公元前651年9月,晋献公去世 在去世之前,晋献公让荀西担任国相,主持国政 并把太子西齐托付给荀西 然而西齐刚即位就被李克给击杀了 荀西又改立卓子为国君,李克又杀死了卓子 这个李克是何许人,为何如此厉害? 李克和荀西曾经是晋献公的左王右比 李克善于统兵,荀西常于谋略 在晋献公开疆拓拓的过程中 李克和荀西都立下了汗马功拗 在晋献公的各位大臣之中 李克的地位排第一,荀西排第二 李吉的儿子西齐和少姬的儿子卓子 在一年之内先后被李克击杀 当年荀西也去世了 李克执掌晋国,权勤朝野 李克非常敬重太子申生 只可惜太子申生已经在李吉之乱中自杀了 李克打算李公子崇尔为晋国国君 当时崇尔居住在白迪 崇尔的母亲就来自白迪 崇尔的身边有胡远,赵崔,滇邪,魏仇,旭臣等人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想当当的人物 赵崔是赵苏的孙子,赵国的先祖 魏仇也就是魏武子,毕万的儿子 是魏国的先祖 李克派遣胡毛前往敌地迎接崇尔 崇尔身边的这些人都反对即位 这哪敢回去啊 李克连杀两位禁军已经传遍华夏 晋国内乱世人皆知 说不定回去就被刺杀了 崇尔不肯返回 李克也没有办法 之后李克又派人前往梁国 迎接公子一吴回国继位 一吴心动了 一吴的智囊团女生戏锐认为 回国继位没有问题 只不过全秦朝野的李克不太可靠 戏锐就提出 只要做好这两件事 就可以放心回去继位了 第一件事就是拉拢秦国 公子一吴写了一封信送到秦国 请求秦穆公协助自己回国继位 一旦登上晋军之位 作为答谢 晋国将会把河西的武座城割让给秦国 秦境关系本来就不错 外加和系不成 秦穆公爽快的答应了 第二件事就是拉拢国内的全臣 公子一吴就派人回国 会见李克和批正 说公子一吴做了国军之后 就封李克为国相 并且会把焚羊的百万亩土地赐给李克 同时会把副菜的七十万亩土地赐给批正 李克和批正都很高兴 他们在晋国都城 攻后公子一吴返回 随后秦穆公就派遣军队 护送公子一吴回国 公元前六百五十年 公子一吴顺利继位 这就是晋汇公 晋汇公在位十多年 他的君主之位做的还算稳固 在这期间 公子崇尔在干嘛呢 公子崇尔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他是春秋武霸中的第二位霸主 第一个称霸的是齐桓公 齐桓公与晋文公崇尔 被后世并称为齐桓晋文 公子崇尔自从离姬之乱 就一直居住在底底 到晋汇公八年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四十三年 晋汇公担心崇尔会威胁到自己的军位 就派遣驳提追杀崇尔 截止到这儿 崇尔已经在外公家 也就是在白敌居住了十二年了 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离开此地 天下之大 应该去哪呢 崇尔与赵崔等人经过一番商量 不如就去齐国吧 当时春秋时期的低位霸主 齐桓公还在世 而齐桓公所依仗的贤臣 管柱 戏鹏等人 在两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齐桓公肯定需要贤使辅佐 去齐国发展的机会多 崇尔立刻出发前往齐国 崇尔一行人到达魏国时 已经落魄不堪 魏文公都没正眼看他们 崇尔也就没有在魏国都城做停留 他们继续赶路 出了五路 崇尔一行人饥饿难忍 就像当地的村民讨点吃的 村民给崇尔盛了一碗土 请崇尔吃土 乡村野人可能是真的没有吃的 所以这才尘土器中尽知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穷的吃土的相关记载了 崇尔很生气 赵崔赶紧安慰他 说碗里的土象征着你将拥有土地 你应该行礼接受才是 崇尔拜谢村民继续赶路 就在当年也就是公元前643年 崇尔抵达起国 齐桓公赠送崇尔20辆四马车 四马车就是由四匹马拉的大车 二十辆 这可是一笔巨款 齐桓公以厚礼相待 同时又把同族的江姓女子 需配给崇尔为妻 崇尔在七国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齐国在七桓公在位期间 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春秋五霸就属齐桓公的霸业最为强盛 崇尔来到七国的当年 七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七桓公病死了 天下局势立刻发生巨变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 齐桓公去世率先在七国引发动乱 齐桓公在临死之前对太子昭放心不下 就嘱咐宋湘公要寄予照应 齐桓公死后 七国的五位公子为了争夺君主大位相互攻伐 齐桓公的宠臣易雅与竖雕 拥立公子无亏为晋国国君 太子昭逃奔顺国避难 公元前642年春天 宋湘公联合曹国卫国诸国攻打七国 目的是帮助太子昭夺回军委 当年三月 宋湘公率领的诸侯联军抵达齐国 齐国的国士高士两大家族迫于压力 就率领众多齐国大府 率先击灭了公子无亏的势力 迎回太子昭 宋湘公随即退兵返回 但是没过两个月 齐国各位公子又打了起来 太子昭第二次逃亡宋国 当年五月 宋湘公再次发兵 在掩地 也就是如今山中济南附近 一举击败了反对势力 太子昭成功继位 这就是齐孝公齐国公子夺权 导致齐国国内一片混乱 齐桓公以来的霸权荡然无存 旧有的国际秩序被打乱 中原霸业暂时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气 华夏各国都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忙碌起来 首先是楚国 这个时候楚成王还活着 楚成王在公元前671年 到公元前626年在位 春秋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 在公元前685年 到公元前643年在位 他们俩有将近30年的时间同台经济 楚成王和齐桓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齐楚成霸 最后齐桓公少林之盟 一举掐灭了楚国北上的石头 齐桓公的丰功伟绩 全靠楚成王辛苦衬托 等到齐桓公一死 楚成王审师夺势 重启扩张中原的计划 楚成王与郑国联姻 两国建立了牢靠的关系 当时淮河流域的陈国蔡国等等这些中小国家 早就已经臣服了楚国 淮河上游的江国 黄国 英国也都被楚国吞并了 楚国其实是齐桓公死后的华夏最强国 再看宋国 宋湘公曾经深受齐桓公弃重 似乎是齐桓公指定的霸主接班人 齐国太子昭得以继位 全靠宋湘公扶持 所以宋国试图重新引导中原 建立新秩序 而当时实力最强的楚国 对宋国称霸的举度非常不爽 总体来说 当时主要分为两大阵营 一个是由楚政 陈 蔡 等国家所组成的联盟 核心是楚国 另一个是由宋齐 曹魏珠等国家所组成的联盟 核心是宋国 再看鲁国 鲁国与齐国的薪酬旧婚太多 此时此刻鲁国正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想趁着齐国虚弱的时机 与齐国争夺东方的话语权 西面的晋国 自从崇尔的老弟一无 即位晋国国君 就一直与清国恩怨不断 秦晋两国的注意力都在对方的身上 当时的国际形势大概就是这样 齐桓公死后 身在齐国的崇尔日子过得依然很优先 他遗住就是五年 赵崔胡言认为 崇尔在齐国不能有所作为 再这样待下去就废了 就强烈建议崇尔离开齐国 但是崇尔他不愿意 崇尔说 人生在世就是图个安乐 哪里还管得了其他呢 我要老死在齐国 赵崔胡言等人无法说服崇尔 没有办法 只好应来 他们趁着崇尔喝醉之际 把崇尔装上马车 一马鞭就离开了齐国国都 等崇尔醒来 车队已经跑得很远了 崇尔怒不可遏 他拿起鸽就要杀掉他的舅舅胡言 胡言说 来来来 杀我你就能成大师的话 我宁愿现在就去死 崇尔的舅舅胡言跟随崇尔多年 劳苦功高 崇尔也就是说说气话 之后崇尔平息了怒气 一行人继续向西赶路 崇尔遭到曹国 曹国是个畸性诸侯国 曹公与崇尔同宗 四百年前是一家 曹故公招待了崇尔 曹故公之前就听说崇尔偏邪重通 这其实是崇尔先天的一些小毛病 对身体健康毫无影响 这些小毛病长在王侯将相之家 就称之为天生异象 天生异象在古代往往被认为是有帝王之气 象征着吉利和富贵 曹故公非常想看崇尔的偏邪 就产生了一个奇葩的想法 偷看崇尔洗澡 曹故公暗中安插眼线 等崇尔洗澡的时候 曹故公赶紧过来大包眼福 国语中记载的原话是 舍微博而观之 微博就是小孔细缝的意思 意思就是曹故公通过小孔偷看崇尔 这个事情后来就传开了 真是七尺大辱啊 但是寄人篱下 崇尔也不敢有丝毫怨言 曹国大副西夫基得知此事 觉得曹故公做的不对 西夫基认为 晋公子崇尔贤明能干 日后很可能成为晋国国君 于是就劝说曹故公对崇尔一礼相待 曹故公却说 天下诸侯逃难的公子多了去了 而我曹国又居于天下之中心 来来往往 有谁不经过我曹国 这些逃难的公子 基本上都是一些无礼之人 难道还要我一一对他们一礼相待吗 总之曹故公不肯对崇尔一礼相待 曹故公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个光溜溜的崇尔 会成为后来的晋文公 他更不会想到 崇尔在争夺中原霸主之位时 率先拿曹故开刀 曹故公不肯一礼带崇尔 西副姬就私下给崇尔送去食物 并把一块玉壁放在食物下面作为礼物 崇尔接受了食物 把碧玉还给了西副姬 崇尔离开曹国来到宋国 当时宋楚洪水之战刚刚结束不久 这场战争在历史上比较著名 宋湘公的仁义之师恪守古军礼 不幸被强大的储君给击败了 在春秋早中期 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军事较量时 是有固定的程序的 首先双方的军队要开服到某个预定的地点 然后各自为阵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成列而鼓 激响战鼓告诉对方 可以开打了 战斗打响之后 作战双方 开展正面车战 车步兵混战等各种形式较量 每次战争 一旦冲垮对方的车阵 战斗便宣告结束了 逐奔不过百步 纵随不过三射 意思就是说 战场上如果挡不住冲锋 后退一百步就算是失败了 胜利一方不必继续冲击了 而追击败退的军队 过了九十里就不必再追了 以彰显军礼之意 这些古军礼是各个诸侯国 奉行不备的最基本的军事规范 宋湘公在洪水之战中 就遵守了这个古军礼 当时楚国军队正在洪水边渡河 宋湘公的臣子就建议 趁着楚军还在渡河 实施半度而机 宋湘公不同意 不久楚国军队全部渡过洪水 还没有摆好阵势 这时又有人建议 赶紧发起进攻 宋湘公还是不肯 等到楚国军队摆好阵势开始击鼓 宋湘公下令发起进攻 结果被楚军击败了 此战的失败 直接导致宋湘公称霸的理想破灭了 就在洪水之战的前一年 宋湘公试图领导中原诸国 邀请各诸侯参加会盟 为了博取各诸侯的信任 宋湘公没有带军队 却遭到楚城王的挟持 之后楚城王趁着宋国无军 发兵攻击宋国独城 连续数月无法破城 最后在鲁锡公的调停下 楚城王才释放了宋湘公 宋国一直恪守理智 奈何自己的实力不行 楚国也不按套路出牌 春秋早中期的诸侯国 在开疆拖拖的过程中 一般会等到那些小国 有罪国的时候 趁机发兵灭掉 而楚国常以蛮夷自居 目的就是耍流氓 等不及别人犯错 就把人给灭了 所以楚国一直不被中原所接受 楚国的爵位只有子爵 在强大之后 楚国的一国之君 依然被各国称为楚子 这也太难听了 楚国就要求提高爵位 周王室不同意 楚国很生气 就自己鉴阅称王了 到楚城王时期 楚国称王已经有60多年了 如此不按套路出牌的楚国 后来遇到一个更狠的角色 在楚城王之后50年 吴国崛起 吴楚战争 从公元前584年的吴国伐楚开始 之后断断续续 大概持续了80年 吴国军队在吴子虚 孙武的指挥下 几乎每战必诈 出其不意诡诈用兵 贯穿吴楚征战的始终 公元前506年 吴军攻入楚国都城引都 楚赵王出逃云梦 楚国彻底失败 吴国以三万士族 击败楚国举国之兵 楚国几乎亡国 消息传出震惊中原 此战之后 诸侯争霸开始以 兼并取胜为主要目的 存亡继绝的传统美德 渐渐开始被人遗忘 吴楚大战结束之后 再过30多年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吴楚征战 我之前有详细讲过 各位可以去翻译下 宋相公的这种仁义之战 在后世军事家的眼里 简直就是愚蠢到无法忍受 在春秋早中期的大背景下 宋相公的行为 其实还能理解 奈何当时古军里已经衰微 才被后世笑话 公元前638年的 洪水之战结束之后 楚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不出意外的话 楚成王就能成为春秋霸主 看地图 这个时候 宋国除了和齐国的关系 还算好点 身边几乎没有任何盟友 中原的这些小国 都得看楚国的脸色 宋相公在洪水之战中负了伤 即便如此 他依然按照国礼接待了崇尔 并且赠送了大量的礼物 此时的宋国 其实没有能力帮助崇尔回国 所以崇尔一行人 不久就离开了宋国前往郑国 抵达郑国之后 郑文公并没有按礼节接待崇尔 崇尔便立刻动身前往楚国 崇尔一行人抵达楚都 受到楚城王的隆重接待 崇尔也十分谦功 后来在一次宴席上 楚城王说 如果你将来能够回到晋国 你如何报答我呢 崇尔说 齐真一宝你有的是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礼物报答你啊 楚城王继续追问 即便如此 你到底应该用什么来报答我呢 崇尔回答 说假使有一天晋楚两国 兵戎相见 晋国军队会退避三社 来报答你的恩情 退避三社就是主动把军队后撤九十里 楚国大将子豫认为 崇尔这番话太无礼了 让你报答恩情 你却讲晋楚开战 子豫非常生气 就建议楚城王杀掉崇尔 楚城王认为 公子崇尔品行高尚 而诸侯开战那是常有的事 退避三社报答恩情 也无可厚非 就没有听从 崇尔逃过一劫 崇尔在楚国住了几个月 崇尔的老弟 也就是晋汇宫秉重了 当时在秦国为人质的晋国太子宇 为了回国继位 偷偷从秦国跑了回去 晋国太子宇不辞而别 让秦母公非常生气 随后秦母公派人前往楚国 邀请崇尔入秦 秦母公打算扶持崇尔回国夺权 以此来建立可靠的秦境同盟 当时崇尔已经在各国漂泊多年 无依无靠 此时此刻 他也正想借着一个强国的力量夺取军位 崇尔决定去秦国 楚国也放心了 公元前637年秋天 崇尔抵达秦国 秦母公把宗族的五个女子嫁给崇尔 当年九月 也就是公元前637年九月 晋汇宫去世的 太子宇继位 这就是晋怀宫 晋怀宫继位后 就下令让那些跟随崇尔流荡的人 都必须返回秦国 与其不归将被灭族 崇尔的舅舅忽眼和忽毛都没有回国 晋怀宫杀死了崇尔的外公糊涂 在晋国国内 崇尔有很多支持者 蓝芝细谷等人都甘愿做崇尔的内应 迎接崇尔回国 只有晋汇宫身边的一些老臣 旅省西瑞等人反对崇尔继位 随后秦母公派遣军队护送崇尔回国 公元前636年春天 秦国护送崇尔抵达黄河边 晋怀宫听说秦军来了 就派遣军队驻扎颅柳 做好抵抗的准备 但是晋国居民都不愿意阻止崇尔 崇尔一行人顺利回国 蒲眼与秦晋大夫在巡地进行盟视 不久崇尔就到达区卧 中国大夫纷纷前往曲卧朝拜 公元前636年 崇尔继位 这就是晋文宫